其實我想這兩天 施政報告之後一天 大家看到鄭宇華已經代替了曾特首去解話 但是我都很想如果大家坐在這裏 不要讓他那些解話那些謬誤 掩蓋了一些真正的現實 首先第一件事我想說 特首的施政報告裏面 他講到很多說新的居屋 治安心又幫他封頂那些各樣的東西 令到說了這麼久 怎樣幫助一些人可以上到車 不過那時其實他出現了一件事 他在這裏慢慢說 他們就是不匯家建公屋 不匯家建公屋就說他已經覺得 這個每年興建萬五 五年有七萬五這條數 其實是足夠給這些市民 給一些輪候街坊可以上樓 不過其實我們之前已經告訴他 現在輪候的人數 我們已經不計單身人士了 即將單身人士推走了 只是一些叫家庭 是他在承諾裏面 三年可以上樓的 其實已經有八萬多了 就算這八萬 我當八萬了 其實是截到2011年的3月底 有十五萬 有八萬個是一些家庭 但七萬五個單位 其實足不足夠 就算我當沒有新人家進來 其實政府在五年裏面都解決不了 已經輪候著的人 即是說就算要那個八萬 他排第八萬那個家庭 他可能要五年多之後才可以上樓 這個是一個事實來的 也有些街坊告訴我 很多人告訴我那個號碼 但是到號碼已經過了三年了 但他說前面還有一萬多二萬人 在他前面跟著 即是說那個事實是根本在欠缺 我就看不明白 為什麼這個所謂的火局 覺得七萬五個 每年一萬五個的高單位 其實足夠是滿足到輪候人士 不斷不斷增加的輪候人士的數目 而且他覺得好像 如果你聽回鄭宇華這樣說 其實我看過一個很普通的報告 其實大部份人 他們的平均是2.9年就上樓了 那如果那些人在說謊 如果是那麼多人就不會經常都有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那些人三年上不了樓呢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選樓 他們要市區 但是市區就是0了 即是剛剛09年才把那些人搬前去 即是他講了很多的理由 作到很多的謊言 就告訴那些人 為什麼三年上不了樓啊 家庭 為什麼三年上不了樓 選樓 他們選區 選什麼都選 所以上不了了 平均 平均如果什麼都不選 我第一次派給他一定得 但是事實不是這樣 所以已經其實 我記得在立法會已經在那篤爆了 七萬五個單位 五年七萬五個單位 根本就不是不能夠滿足到 這一班公屋輪候人士的需要 不過我看不到 為什麼政府 即特首在那個政策裏面 都是不肯解決公屋的問題 即如果你不增建公屋 你不掃除 即不清走那些队 那你只會越增加越多 這些排隊輪候的人士只會越來越多 但是呢 他又好像講到 我們有一些遠景給大家看 就是做一隻叫新居 新居 有一隻新的居屋 有一個治安心 那個治安心不變的 因為我真特首講過 五年內要有五千個治安心單位 所以他在講新居屋 新居屋 我又要告訴大家 又有些情況出現 所謂的新居屋 他現在已經爆了給大家聽 就是說 有什麼特別的情況 就是因為我們 比以前的居屋更加優惠 因為不用想保地價這件事 因為有保地價 令到很多人 就不可以補回地價 然後將居屋 拿出去私人市場去賣了 所以呢 今次這個新居屋 那個政策 有少少少好處就是 他們其實是包賺沒有虧的 就是說 他計算他的樓價就可以了 他只要五年內 即五年後在賣出去 他就基本上會賺到了 大家都是這樣想 不過呢 如果大家看回 其實你看清楚 他現在講給你聽 五幅 六幅 放了出來 將會在居屋的地 那有少少的資料 我所知的就是 因為剛好我在附近 美田村的附近 那其實呢 他現在講的 美田村有一個 一個長方形的單位 就預備 現在是一個停車場的格局 就是臨時停車場的 那將會在這裏呢 就會是其中一個 新居屋的地盤來的 那就我所知 這個地盤呢 其實呢 一早應該是 是公屋來的 是建公屋 就是那個美田村第三期 還是第四期的公屋地方來的 但是 因為當時呢 其實可能因為 那些人呢 在這裏講的 那些村裏面的人呢 就要求你不如 我們已經有六棟樓了 或者我記得 他已經有八棟樓了 不如那個位外 離起羽毛球場 就是有些康樓刺絲 所以僵持不下之下呢 那他就其實 可能一兩年了 那邊拿好嗎 可能堅持了兩年了 所以現在呢 就將他剛剛好 要滿足特首的原因 所以就將他變成了這個新屋 不過呢 如果你看 這些公屋呢 那麼零零散散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出現了一個 譬如我們 我們整天呢 以前在公屋發展外出面的問題 過往呢 在公屋呢 譬如以前房委會說要興建公屋 不是單是建一棟樓的 其實呢 它是會預賣 周圍應該有些什麼的設施 加置下去 例如一些那些慷樂設施 一些他們的商場的設施 令到那些人呢 可以有購買的方便 也都有一個餘下的方便 但是呢 如果這個所謂的新屋 我其實很擔心 除了在美林村這邊有 其實在慶敬村 一些很蠟雜的屋裏面 可能洞一棟樓出來 就叫居屋了 其實有什麼不好處呢 其實呢 出現了 可能升數給街坊 可能習慣 因為你周圍還有其他的支援 但是如果在那些這麼偏 那些公屋裏面 其實你是一棟樓呢 那個人都很慘 真是只住 那你叫他怎麼去買菜呢 他有公務 就算少少的康幕設施都沒有 車又怎樣呢 可能連單車位都沒有 可能那時候 就算我告訴你 他們不用汽車來做代表 用單車位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可能連一個叫做禁機 這個銀行那一張也沒有 但是連那個櫃圓機都沒有 那這些叫做屋呢 其實呢 不是一些我們覺得 就是如果有心 這個人想覺得 哇發達了 拿這個新高賺到 那我告訴你 其實你很傻 為什麼很傻呢 因為你連一個 就是普通的公屋都不如 普通的公屋呢 周圍可能都有商場 有街市給你用 那這些叫做新的公屋呢 其實隨便找個地方 設個位給你起了一棟東西 然後跟著你覺得是你自己的物資 自己的資產買了呢 那將來其實都沒有保證 一個其一 另外呢 其實政府也都 即將一些的謬誤呢 帶給大家 其實早在兩年前 2007年的時候 他在說中 他怎樣有一些新的房屋政策 新的 即究竟政府有沒有需要 資助一些人去買樓的時候 他提供過一件事 不用資助啦 不如活化二手的屋屋市場 那我想告訴 其實應該是說 如果想買這些屋 都想著炸硬那些人去說 其實在那麽多年裏面 居屋 即居製有其屋 他實施了這麽久以來 可以那些人肯保地價 拿去公開市場 或者賣去自己的屋屋 其實呢 不佔他那20多萬裏面的10% 即我記得印象中 只有17% 是那些人會拿去賣 那在說什麽呢 我就告訴你 其實我們香港的市民 去買了一間屋 尤其是買了屋 叫居屋的東西 他不是用來炒賣 政府如果想著 這班人是賺的 即是說 你有了一間屋 他們的會拿來賣 然後去買私樓 這個是個謀誤 也都帶給我們去買樓的人 或者這個市場 一個錯誤的訊息 其實那些人買了屋 他不會賣 除非很特別的理由他會賣 否則他都會留起屋屋來自住 所以呢 又會出現另一件事了 今天呢 政府在說 給這個新屋 其實他不是 我們過往就是 他自己說有矛盾 他說屋就給人有一個置業 以致他可以安居落業 但是問題是 你這些所謂的新的屋 或者治安心 其實呢 未必有需要有 有住屋需要的人去買 是那個人想接的人去買 如果那個人想接 所以他沒有資產的限制 只要有 唯一的條件就是 你有 你的資產是 即是你的收入是在3萬元以下 那裡就可以了 他不計算你有什麼資產 最好就是你十年內未買個樓 那是代表什麼呢 其實是任何人 如果去安排一個 即不是一個 未必是需要住屋的人 只要你滿足到這條件 你就可以去抽 這些所謂提供的那個 真的很可憐大家 2016年才出25個單位 其實這些單位 本來可以是一些公屋單位 我印象中這些 其實應該可以是一些公屋單位 不過他就說要給人去做置業 所以就變成一些公屋單位